昨天是五亿劳动节 有超过一万名的劳工走上街头 向准总统蔡英文喊话 要求把长照以及年金改革政策说清楚讲明白 并且要民进党兑现选前承诺保障劳工的支票 尽快在立法院通过 恢复七天国定假日和禁用派遣劳工等条例 全在五亿劳动节 全国各产业工会超过一万名劳工走上街头 集结在民进党中央党部 隔空对准总统蔡英文呛瞎 批评她在选后只走访企业 却不曾探访过劳工团体 而针对长照和年金改革 也迟迟没有提出明确政策 今年劳工团体提出恢复七天国定假日 禁用派遣劳工和拒绝工时继续谈性化等九大诉求 游行队伍也一路走到立法院 要求执政的民进党要兑现保障劳工的承诺 尽速通过相关法令 在凯道面对总统府释放冲天炮 劳工团体行动对即将上任的蔡英文政府开阵 要求实现所有劳动政见 不能在政党轮替后就漠视劳工权益 面对劳工诉求 蔡英文只在脸书上放上图片 重申薪资要增加和工时要减少等六大劳工政策 以新政府会逐步落实的文字来作出回应 记者蔡惠林陈立峰台北报道 经济不景气 准格魁林权直言 今年GDP恐怕难以保一 未来会改善投资的环境 而新政府上任之后 会不会调涨电价 林权表示 基本的民生用电不会涨 但是未来电价调整的幅度 不会超过过去十年的水准 日前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 今年第一季GDP 预估负百分之零点八四 对于新政府经济政策 准格魁林权直言 经济不景气 今年GDP恐怕难以保一 保一的部分 坦白讲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恐怕是做不到的 因为现在是连续看起来 都是负成长 负成长还谈保一是不容易的 能够不是负成长 恐怕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林权表示 受到出口衰退和投资不振的影响 让今年经济成长不乐观 未来会改善投资环境 增加投资机会 至于短期长期策略 是520后政府要面对的严重挑战 相关具体政策 现在不适合贸然提出 而针对未来电价是否会调涨 林权强调 非核家园不必然跟电价上涨有关 但新政府基本政策就是 民生基本用电不涨 民生基本用电我们希望它不涨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希望未来电价的调整的 这个变动幅度呢 跟过去十年来比 那么它的成长幅度呢 能够不至于超过过去十年 这样一个水准 未来电价调整幅度 不会超过过去十年水准 林权强调 要在这个前提底下配合节能方式 使发电成本不会过高 也能达到节能减碳的目标 政府会确保用电不缺 电价合理 记者综合报道 不少人便秘会使用晚长剂 也就是俗称的甘油球 不过食药署机查发现 天前制药生产的便利通强效晚长剂 不仅是违反了GMP的规定 产品品质也有问题 要求全台包括外销香港的问题晚长剂 必须要直接封存校会 网站上还可看到这则香港广告 相当风行 因为这款由台湾天前制药生产的 便利通强效晚长剂 业者宣称可以有效改善便秘的问题 不过国内食药署查厂时 却发现业者不仅违反GMP制药规定 晚长剂的储存环境温度偏高 可能造成品质不佳 因此通知香港要回收下架 但国内部分还在仓库没有贩售出去 所以直接封存销毁 我们认为它这个部分 可能会造成按照风险 我们来看它的可能会造成一些品质的疑虑 所以我们有请它来做这个下架回收的这个动作 销鼠表示这片问题晚长剂 共有9批号大约97万颗 而医师也提醒民众 晚长剂的主要成分是甘油 虽然可以润滑肠道帮助排便 但千万别过度依赖使用 尤其是品质不佳的产品 过度刺激肠道可能会导致感染 增加败血症的风险 肠道细菌一般是大肠肝菌 那一般我们的肠道联膜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让它受伤 它跑到其他的血液就所谓败血症 那败血症的一般我们有些药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医师建议民众要缓解便秘现象 最好是多吃蔬菜水果等膳食纤维食物 还要搭配规律运动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加速排便 如果超过三天人为排便 最好到医院详细检查 以免延误病情 5月将要进入梅雨季 气象局预测 因为去年的强盛音已经逐渐减弱 今年可能在秋季转为反盛音现象 影响南方云系报道的时间也会偏晚 5月下旬才会进入梅雨季 一整个礼拜雨下下停停 北部终于出现阳光 最近天气不稳定 是受到北方封面 还有华南云系的影响 但真正进入五六月的梅雨季 西南季风还会带来更激烈的瞬间降雨 气象局预估比起气候平均 今年的梅雨可能得到五月下旬才会报道 气候只大概就是在二十号左右 五月二十号左右建立 略晚那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五月下旬 到六月上旬之间 我们今天应该特别注意 气象局解释梅雨晚到的原因 是因为去年超强盛音已经减弱 今年秋天很可能转为反盛音 分析过去类似年的资料 梅雨大多会偏晚报道 整体雨量则以正常为主 但因为印度季风偏强 为中国的长江流域带来强降雨 也成为台湾梅雨的变数 它的雨期会在长江流域附近 所以九八年长江淹大水 今年大陆那边也非常担心 雨期稍微微压下来 我们就在一个多雨的范围 但是底下的干气如果稍微扩张一点 我们又在干气里面 一旦进入梅雨季 民众还是得提高警觉 严防瞬间大雨 记者林正午 郭俊林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